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们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在 寒色书房的这个系列里面 继续向各位来推荐一些好书 今天要和各位推荐的 这一个书籍的领域 是属于基督教人理学 什么叫基督教人理学呢 就是把圣经的真理 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 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些教义 或者圣经里面教导的这些原则 不是只是放在脑子里 它是让所有的基督徒 在生活中活出来 上帝要我们做光做眼 要我们有别于这个世界的 价值观跟生命观 然后用圣经的真理的原则 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稣自己也说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因此我们由于价值观跟生命观 与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常常有的时候 会面对各样处境里面的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 基督徒应该怎么做 虽然在圣经启示的真理的那个年代 跟今天这个时代 有隔相当长远的时间 有很多的一些 现在我们碰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在当时可能并没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严重的离婚问题 婚前性关系问题 同性恋的问题 我们也有死刑的问题 这些问题本质上来讲 在当时可能都不是问题 那么圣经是否能够适应于任何世代 其实圣经有很清楚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这个原则在各个的处境里面都可以运用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找到那个属灵超越时空的真理 而在今天的世代 仍然可以照着神的原则而活 这就是做光作严了 虽然有的时候要付代价 有的时候不被这个世界所认同 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做我们该做的 这就是基督徒在世为神做出的见证 当然在伦理学里面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圣经本身里面这些伦理学的探讨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旧约伦理学 旧约伦理学里面最容易遭到争议性的 就是当初以真人人出埃及进迦南之前 把迦南的七族神命令他灭绝 很多人根据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叙述 就说那个神好残忍啊 怎么大人小孩通通杀光 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一个伦理的问题 旧约里面也有一些伦理的问题 今天有的时候被人误用 比如说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多妻的 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的妻子更多 那么因此圣经是不是对于多妻也是认同 那么对于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性的记载 我们到底用什么的眼光来看 应该怎么样来辨别圣经历史性的技术 在今天的运用上是采取个什么样的态度 这都是伦理要讨论的 那新约本身也是一个人女学要去面对的 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新约的标准 到底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旧约有个律法 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好像进入恩典时代 律法好像已经被放到一边去了 其实好像不是 有人又看见新约的规定好像比旧约更严 旧约说不可杀人 主耶稣说不可恨人 这个旧约讲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 其实新约在对于贪心的定位是更严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新约的时代里面活在恩典之中的人 到底是因为律法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还是因为新生命的入住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活出比旧约更高更理想的一个范畴 那么这都是在人理学里面要谈论的 所以我向各位介绍几本好的书籍 首先有关于这种理论性的原则性的这个情况之下 有两本很好的书籍我向各位来推荐 这两本就是华神出的指示道德 这本书虽然名字是这样 可是它是属于人理学的一个范畴 另外一本是李有名所翻译的叫基督教人理学 这两本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来规范 到底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用在今天这个时代 还有一本是将旧约所定规的实戒 很清楚的运用在今天这个时代 就是周公和所学的这本 叫做信望爱圣经人理学导认 它其实是把圣经的实戒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是一个律法的根本大法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一个形式为人的标准 这是一个很好的 也是一个人理学上的运用 所以这些原则上原理性的这几本书 是好书来跟各位介绍 然后我向各位推荐两本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一本叫做旧约人理学探讨 这本是华神出的 华神出版社出的书 大家都可以比较放心的去读 那这都好书 所以旧约人理学探讨 这一本书是翻译的 华德凯斯尔写的 翻译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 怎么样来解释旧约这些圣经里面 看起来好像连今天的道德 或者今天的法律 都不一定认同的一些作为 圣经记载这些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那么另外一个是 陈济明所写的新约人理学 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来看 我们怎么来看 圣经这些真理 运用在生活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 新旧约人理学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就要来和各位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也是非常好的 是罗炳祥所写的黑白分明 这个黑白分明呢 就比较不是这一个理论性的 或者是教义性的介绍 它就是把今天的基督徒 所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呢 就列出来了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比如说他很清楚地谈到 今天这个世代什么叫正义 什么叫宽恕 我们在这一个婚姻生活里面 在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性关系很泛滥的情况之下 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性的这一个问题 在最近这些年间同性恋的问题 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议 怎么样子来看这个同性恋 那么再加上生命权的问题里面 我们谈到代理育母啊 或者是世贯婴儿啊 可不可以生命权里面还谈认到 譬如说死刑 我们要不要认懂 还有一个人有没有权利 选择自己生命的终结 譬如说安乐死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生活里面随时可以碰到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都有谈到 那么基督徒面对堕胎的 这件事情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我们跟着世界相反的方向走 还是我们怎么样子看中生命的条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 所以这本书是把这些的问题 都做了很详细的一些探讨 所以黑白分明这本是好书 各位可以同样的去欣赏 在类似书籍里面呢 我们还有两本 一本叫做 公理 活理 化伦理 也是罗宾想写的 也就是说 同样的一件事情 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 基督徒跟社会 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看 所以他这本书是一个放养21世纪的这一个课程 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探讨这些问题 所以他也将十诫放在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 一方面有教义 一方面也有一些例子的解释 然后这一本叫做 福音信仰与社会伦理 今天我们的传福音 怎么样介入到社会工作 所以这边也有一本 向各位介绍 叫做当代基督教与社会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一个社会里面 运用神所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可以有效的来传福音 怎么样的把我们的真理 运用在我们的社会各样的层面里面 所以这两本谈到基督的信仰 与这个社会的关系 也是很好的两本书 然后我再向各位来介绍 一系列跟伦理学里面 有关可以用到的 譬如说当代基督教与政治 刚刚讲到伦理 现在讲到政治 基督徒要不要参加政党 基督徒怎么样回应 现在这个世代各个政党 不同形态的政治 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主义 各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我们是不闻不问的 还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态度 圣经上讲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可是今天我们看见 真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国 其实并不存在 包括美国 也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 他是以圣经的 基本的精神立国的 可是今天有很多地方也超越了 也不同于圣经的一些做法 这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看 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华人 常常碰到的一个伦理 就是对于我们的祖宗 我们对于祖宗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 基督教在清朝传进中国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祭祖的问题 产生了康熙皇帝 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拒绝 那么到底怎么看 基督徒常常有的时候被人说 我们是一群树点望主的人 好像我们这个人信了神了之后 我们对于祖宗都不管了 都不祭祖了 也不烧香了 也不跪拜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有两本很好的书 一本叫做基督徒与祭祖 一本叫做基督徒与敬祖 基督徒对于祖宗是圣宗最远的 我们也纪念先人所作的 我们唯一不同的 就是没有把祖宗当作神来拜 为什么不把祖宗当神来拜呢 因为祖宗不是神啊 祖宗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不要把它神化 所以我们这边有很清楚的去看见 人跟自己的先辈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正确的态度 然后在路加传道会出了很好的几本书 这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我们所谓的试管婴儿 所谓的安乐死 不孕症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以及安宁护理的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到生命圈 一个讲到生命的开始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用试管婴儿 或者带领孕母 另外一个讲到生命的终结 我们有没有权利自己主张 因为生命的坎坷或者痛苦 我们自己终结生命 可不可以 当然我也要继续的向各位来介绍 人理学部分主要是谈到 万一婚姻真的破裂了 破裂了之后我们离婚 离婚之后可不可以再婚 这是今天很多教会都在面对的问题 有些教会很严肃 离婚之后就绝对不可以再婚 有的教会又宽松到离婚再婚 离婚再婚可以随随便便进行 我们应该怎么看 陈若鱼牧师所写的这本 离婚与再婚 结合了非常多的学者们 对这些问题有很广泛的讨论 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记 另外在这一个世代里面 我想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同性恋的问题 到底同性恋 我们基督徒怎么看 按照圣经的真理 神爱世人 这个世人包含有同性恋倾向 或者有同性恋这样的人 但是圣经明明的 对于同性恋的行为是反对的 神爱世人 但是并不爱世人犯罪的行为 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是一个需要了解 今天有的时候 基督徒在面对同性恋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的方式上太粗糙 有的时候给有这样子 倾向的人很大的反感 其实同性恋的人 神是爱的 就好像神爱一个骄傲的人 但是神爱这个人 并不表示这个人 可以继续骄傲下去 神爱同性恋的人 并不表示同性恋的行为 是圣经所接受的 圣经从旧约到新约 很清楚地看见 对于同性恋的行为是反对的 因此这本书可以给我们 在面对这种 伦理的运用上 很好的教导 当然我下面也要向各位 介绍一系列的一些书籍 是有关于婚姻生活 性的这件事情 性到底是上帝所赐福的 还是人犯罪之后的结果呢 叶高方牧师所写的这本 性爱与婚姻是很好的 基督徒对于婚姻内的性关系 是被神所赐福的 神乐意地让夫妻两个人 享受在这个性的欢愉里面 但是婚姻关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 我们都反对 这不像今天有一些团体讲到 性是我的 性是自主的 我爱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性跟握手一样 我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握手 我跟每个人都可以上床 这种性解放的态度 是基督教完全反对的 那么另外还有几本 出向各位介绍的是 当基督徒在今天 这一个性混乱的 性混淆的 性泛滥的 性解放的世代里面 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 所以有三本好书 也给各位介绍 一个叫做 好男人的性战实录 青年篇 特别是在年轻人 中国人讲 血气方刚戒之在世 年轻人在性上面的一个 节制一个学习是重要的 另外不要以为 只有男人有性方面的一个问题 好女人的灵欲恋举 在这方面 女人也一样有性欲 女人一样有这个性的问题 尤其是今天 在一个性解放的世代里面来讲 女人有的时候 跟以前大不同 以前女人好像被压抑 那现在好像是说 我们可以解放了 但是解放了之后 是不是完全没有尺度了 这跟基督教信仰不一样 所以这三本书 可以介绍给各位 好好的来了解 来明白 最后在人理学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探讨 就是苦难的问题了 有关于苦难的问题 我想基督徒从一个角度里面来看 就是我们从来不去规避 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 虽然苦难好像对基督的信仰 讲到神的爱 神的全能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像这些好书 有话问苍天 无语问上帝 到底怎么样问法 浩劫前夕这些书籍 还有像苦醉悬疑 人生的挣扎 与出落这一系列的书籍呢 都是很好 基督徒从来没有逃避这些 生活上面面对的这些挑战 但是的确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可以靠着神往前行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祂带领我们走每一步 所以当我们面对 人理问题的时候 的确它很复杂 方方面面 各式各样都有 感谢神这些年来 有这么多的好书 可以帮助我们将信仰 用在生活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都有很好的一些介绍 以至于不是我们自己 在摸索尝试 你可以按照这些圣徒们 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们 所写出来的这些好的书籍 成为我们的帮助 愿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在我们的生活上 活出好行为来 让别人将荣耀 会给我们在天上的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